以色列愈发疯狂 不光要打黎巴嫩 还想动土耳其 但是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大家好 近几个月里 美国因为国内大选的事情 无法继续给予以色列权力的支援 但是让外界没有想到的是 以色列反而是愈发疯狂了 再加上的战斗尚未结束 又发表近乎宣战的言论 要对黎巴嫩真诸党展开军事行动 甚至不光是里巴嫩 还想要动土耳其 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消息报道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公开威胁土耳其 说如果土耳其试图干预加烧的战争 那么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 就可能会变成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一样的下场 被推翻并被处决 事实上在此前的八亿冲突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就多次批评以色列的不人道 7月28号 埃尔多安公开演讲时还声称 土耳其必须强大 这样才能保证以色列不敢做出一些荒谬的事情 并暗示说土耳其很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出兵 帮助巴勒斯坦人 个人感觉 以色列对土耳其如此激烈的反应 甚至威胁要把土耳其打成伊拉克 很大程度上是在担心土耳其 会直接干预以色列的战争计划 地理上说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都是靠近地中海的沿海国家 而以色列他并没有那么出众的海上封锁能力 与袈裟作战不同 本身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属于是节外胜之 完全是以色列一群犹太富国主义者的极端思维在作祟 现在土耳其也暗示要出兵了 一旦在黎巴嫩也打成了持久战 那么以色列的形势就非常危险了 不光要面对已经团结起来的巴勒斯坦 还要面对抵抗之乎其他成员的围攻 直观地说 以色列现在对土耳其的威胁看上去像不像样的 其实是仗着由美国给他支持 如果美国真能出手 确实是有可能把土耳其打成伊拉克的 但问题是就像我们之前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时所说的情况 美国现在他并不想被以色列给拖下水 在过往的很多时候 犹太财团和以色列是穿一条裤子的 那只是在不威胁他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 而这帮犹太财团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存在 如果为了救以色列导致美国自身会遭受巨大损失 甚至是死亡 那么那帮寄生在美国身上的犹太财团 还会一如既往的去帮以色列吗 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以色列不断和邻居摩擦 展示自己的工具能力 炫耀了自己的灭族手段 在中东散播着恐惧 这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让中东各国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只要以色列在中东就不会太平 这样的共识在未来的时间里 在中东地区的域外大国博弈环境下必然会开花结果的 那时以色列将又会遭到维欧了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